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佛友 大家晚上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 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 我们大家都是学大乘佛教的 那么学大乘佛教的话 前提的条件就是要发菩提心 那么简单的说 怎么样发菩提心呢 我们学佛肯定有一个目标 不仅仅是学佛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学佛的目标是什么 学大乘佛教的目标 那就是成佛 那么成佛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成佛呢 成佛的目标就是 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 那么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目标 我们无论是学习 修心 搭着 松经 持肘等等 所有的这些心善的目标 就是这个 这叫做菩提心 那么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 或者是就做其他的善事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法菩提心 如果没有人提醒 在这种情况下呢 自己要主动的法菩提心 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今天呢 大家挺可的时候 大家心里下决心 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一定要成佛 为了成佛 我今天要学习这个成佛的方法 大家这样子发菩提心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是我们从我们现在的情况看 我们要让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 那么这个就是看起来太理想化 但是我们把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终极的目标 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去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这个不可能 但是我们学佛总是需要一个目标 需要一个目标 我们的人生也需要有目标 生活也需要有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小的目标 但是呢也需要有个总的方向 总的目标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为一切众生成佛 这个就是目标 那这样大家每一次都要发菩提心 只要有这个决心 只要有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 看起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不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形象 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付出 很小的这个善事 善业都变成非常伟大的 非常有意义的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大家想一切办法 让自己拥有菩提心 这个就是我们学大乘佛教的第一步 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 这个特别的重要 如果我们有了这样子的目标的话 那么以后呢 稍想拜佛 或者是我们参加这个各种各样的发会 都没有问题 只要有这个发心 然后我们在这个发心的基础上 稍想拜佛 赤轴松金 这一切的一切都编成 达成佛法 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如果没有了这个菩提心 一旦没有了这个菩提心 那么我们表面上 看起来我们做的特别特别的伟大 特别特别的了不起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意义 意义不大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发菩提心 当然这个发菩提心 是我们 虽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 但是呢 菩提心也没有那么的容易 菩提心呢 也并不是说法就能法 但是呢 我们就是要为了菩提心 大家要奋斗 努力这样子的话 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 我们今天在座所有人 如果我们自己愿意付出 努力的话 那么总有一天 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拥有 非常表准的菩提心 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我们 我们学佛的目标 不清楚 模糊 然后呢 有些时候呢 我们就为了我们个人的一些 生活当中的琐事 就是为了一些这样子的 零零三三的事情 就学佛 有些时候呢 就为了我们帮助假人等等 就是这些缩水的事情 没有一个 这个 总的方向 没有一个搞的目标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学佛就很难有一个结果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今天我们的 这个 今天我们的这个 课就是将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那么这个波罗波罗蜜多心经的 这个课程呢 我们准备 就是将三个 三节课 三节课 首先是我们今天和明天 两个 两节课 就是将波罗波罗蜜多心经的 他的简洁 就是他的观点 波罗波罗蜜多 怎么样 看这个世界 波罗波罗蜜多 用波罗波罗蜜多的智慧 我们怎么样 看这个世界 然后用波罗波罗蜜多的 这个智慧 我们怎么样 看我们自己的人生 等等 那么这个就叫做 波罗波罗蜜多的 简洁 两个晚上 然后第三个晚上 我们给大家介绍 这个波罗波罗蜜多的 这个修法 修行的方法 我们修波罗波罗蜜多呢 我们只是学一个 波罗波罗蜜多的理论 是不够的 我们只是学一个理论 是不够的 需要修法 需要修法 那么这个修法 我们怎么样去修 就是这个呢 我们在最后的一个 最后一节课里面呢 就讲这个波罗波罗蜜多的修法 那么这个波罗波罗蜜多的修法 它 这波罗波罗蜜多的 这个修行的方法呢 是一个 我们佛教里面的最高的 也是一个最高的 修行的方法 最高的修法 那么 我们不一定 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现在就能够修 这么高的法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逐步逐步地 往这个波罗波罗蜜多的方面 努力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波罗波罗蜜多修法 波罗波罗蜜多的修法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 但是我们首先把这个 波罗波罗蜜多的理论学好 然后波罗波罗蜜多的理论 学好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同时也可以每一天 都去大做 去学习 去学习这样子 就是我们可以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 然后波罗波罗蜜多当中 讲的是大乘佛教的空心 空心呢 我们不但是佛教徒 就是我们根本不学佛的人 也就基本上就听说过佛教 听说过这个佛教是讲空心的 佛教里面就讲空心 那么但是呢 这个空心到底怎么样去理解 怎么样去修 怎么样去用 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不明白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定要学习的 我们学大乘佛教的话 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我们大乘佛教的这个精华 那么大乘佛教的精华呢 就是 就是这个空心 所以我们要学空心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用三天的这个时间 给大家介绍这个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那么这样子 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波罗波罗蜜多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的 它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首先我们讲波罗波罗蜜多 它在讲什么 波罗波罗蜜多 我们为什么要学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那么波罗波罗蜜多心经的 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就一步一步地大家了解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学波罗波罗蜜多呢 首先我们看这个波罗波罗蜜多心经的 这个后面有一个周语 我们就是在这个周语里面 我们能够看得到 我们为什么要学波罗波罗蜜多 我们首先 大家看看这个波罗波罗蜜多的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的 这个最后的周语 就是这几个周语 那么这个周语里面在讲什么呢 首先是 首先是 咖啤咖啤咖啤 就是走吧 走吧 这样的意思 就是让我们 佛叫我们走 往前走 走吧 走吧 那走到什么地方呢 佛让我们走 往前走 让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呢 Gadid Gabi 巴乱kadid 巴乱kadid就是走到彼岸 走吧 走吧 走到彼岸 彼岸是什么呢 彼岸就是 解脱 而我们现在 就是慈安到彼岸 慈安 这是我们现在的轮回 就是我们的六道轮会 然后彼岸呢 就是彼岸就是解脱 佛就告诉我们 你们走吧 走吧 走到彼岸 让我们走到彼岸 一定要到达彼岸 就是说走到正确的彼岸 圣格的就是走到正确的彼岸 那么难道彼岸也有正确和不正确吗 虽然不能说不正确 但是彼岸也有 比如说有阿罗汉的彼岸 然后怨诀的彼岸 也就是小乘佛教的彼岸 然后也有大乘佛教的彼岸 那我们到底走哪个彼岸呢 我们走小乘佛教的彼岸 还是走大乘佛教的彼岸呢 佛就说走吧 走吧 走到彼岸 走到正确的彼岸 正确的彼岸 就是大乘佛教的彼岸 大乘佛教的解脱 然后巴拉桑格的 勃利说话 勃利说话就是成佛 后面就叫一个佛 勃达就是佛 佛的彼岸 佛的彼岸 那正确的彼岸是什么呢 正确的彼岸 就是佛的彼岸 也就是说 曾经释迦牟尼佛到达的彼岸 这就是正确的彼岸 这个周语里面就叫走吧 走吧 走到彼岸 走到正确的彼岸 走到佛的彼岸 就这个意思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走 我们为什么要走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待在这个词案 为什么一定要走到彼岸呢 那就是我们要看学佛的人 就是有三种人 学佛的人有三种人 有些人呢 有一部分人呢 虽然是学佛的 但是呢 他们就不想走 不想走到彼岸 他觉得我没有必要走到彼岸 我觉得这个慈安 这个地方已经很好了 我就满足了 我不想走 我就要待在这里 我们有些时候呢 也听到这样子的话 有些人说 我为什么要成佛呢 我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现在很好的呀 我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就是这种人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 暂时可以不走 可以留在这个慈安 留在这个慈安 那么留在慈安 然后继续过我们人的生活 或者是天人的这个生活 最后 最后就是不要 夺落这个恶鬼 低于这个 防胜 那么就是我们就在 要不就人 要不就是天人当中 这个投胜 然后呢 享受 人天福报 享受人天福报 拥有这个轮回当中的幸福和快乐 那如果我们不想到达彼岸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么有这样子的人 有很多很多的世人都是这样子 那么针对这种人 针对这种人 释迦牟尼佛就设计了一个方法 设计了一种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就叫做人天佛教 这叫做人天佛教 人天佛教 就不需要走到彼岸 就可以就在慈安 一直可以生活下去 不需要到达这个彼岸 那这种人呢 佛也没有说走吧走吧 那暂时不想走的话 也可以的 暂时就是在这里可以生活 但是你必须要懂得 你要在这个地方待着 要在慈安生活的话 那你必须要懂得怎么样 让你拥有长时间 或者是永久地拥有这个 幸福或者是快乐的这种生活 你就别以为我现在的这个生活 我已经非常的满足 我已经感到非常的幸福了 我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不要这样子人为 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呢 你满意那非常的好 但是呢 这个不是从天而降 这个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来的 你必须要知道 那么你明白了以后呢 现在的这个生活 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那么你知道了以后呢 然后你就创造 这个更多的这样子的生活 也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就明白了 我现在就是作为一个人 我没有躲地狱恶归 我是一个人 然后呢 人当中呢 对人生 对自己的生命 是有满足感的 有幸福感的 一个这样子的人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个肯定是有因有缘 不可能无因无缘 那么这个因和缘是什么呢 那是我自己过去的 这些心善 心善的福报 今天我就拥有这样子的生活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就是 既然不愿意到达这个弊安的话 那我就是要继续做 这个在慈安 这个可以过 现在这样子的生活的 这些条件 我要给自己 创造这些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怎么样创造呢 那就是人天佛教 第一个人天佛教 第一个就是相信人的生命轮回 第二 坚信这个善恶因果 善有三包和有恶报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精良的 精良的信善断恶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不屈 必安 可以留在这个慈安 留在慈安 可以 这个 相守 人天的生活 但是呢 人天的生活 再幸福 再怎么样 那么 圣老病死 这个急奔的这些痛苦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平时很多人 也就是在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 这个 折磨的时候呢 稍微比较想到凯的人呢 就会说 生活就是这样子 生活当中会有这些事情 就是要 就是 就是要以这样子的心态 去接受 如果要在慈安 生活 不愿意去 避安的话 那圣老病死 等等 这些基本的 这些痛苦呢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这个一定要 接受 没办法解决 如果这个不想接受 我不想面对 不想接受 生老病死的痛苦 那么就 一定要去 避安 才可以 在慈安呢 你只要 留在这个 刺安 然后又不想面对 生老病死的 这个痛苦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当中呢 你就选一个 要不就去 避安 要不就 接受 生老病死的 这个痛苦 这个当中呢 只能选一个 只能选一个 这两个当中 只能选一个 如果认为 这个生老病死 我愿意接受 但是呢 我还是 希望 这个 拥有 现在这样子的生活 那就可以了 可以不去 这个 避安 那就好好学 仁天佛 这个佛教 就可以 那另外一部分的人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轮回当中呢 虽然也有一些 幸福 也有一些快乐 但是呢 这些所有的 幸福和快乐 都是非常非常 短暂的 非常的短暂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 忍世间 就是要 就是为了得到 一点点的 幸福和快乐 也要付出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的付出 很多很多的努力 才能够还来 这么一点点的 这个幸福和快乐 那么 这样子的话 也还没有一个 最后也没有解决 最根本的 这些问题 所以呢 有些人呢 就觉得 我还是 这一次 这么好的机会 我得 应该把这个 根本的问题 要解决 这样子以后呢 我才有安全感 暂时 就是 去 这个 追求一些 这个生活当中的快乐 我没有一个 长远的 这个目标 和计划的话 那这个 可能是 不行的 那么有一部分人 就是有这种想法 那么这种想法的话 那就 佛也说了 往前走 走 往前走 那往前走 前面呢 我们可以走 前面有两条路 这里也这样 走吧 走吧 两条路 那两条路 是什么呢 两条路 我们都可以选择 两条路都可以选择 一个 就是 小乘佛教的路 这就是 为自己 这个 这个 奴隶 为自己 修行 为自己 这个 学佛 最终 也就只能 解决 自己的 生 老 宾思的 这些 痛苦 但是呢 就成为 阿罗汉 以后呢 然后在 很长很长的 时间当中 是 就在 停留在 这个 禅定当中 是没有办法 离 离终生的 那这个 这个上面呢 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 误解 这个我们大家 也必须要明白 我们 并不是说 比如说 现在的 小乘 学小乘 佛教的 僧人 或者是 在家人 像比如说 我们学 南川佛教的 这个 僧人 和这个 在家人 难道他们 不会 不会取 利益终生吗 难道他们 就只考虑自己 不做任何 对别人 有利的事情 不离他们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他们很多 南川佛教 小乘 佛教的 僧人 或者是学 小乘 佛教的 在家的人 也非常非常 积极地 去投入 有些 这个 社会 各种各样的 慈善活动 这些 都有 那么 那为什么说 小乘 佛教 最后就是 只考虑自己呢 意思就是说 这小乘 佛教 最后的时候 最后的 这个 最高的境界 那就是 阿罗汉 那么 阿罗汉 小乘 佛教 自己的观点 看的话 就是 成就了 阿罗汉 以后 然后 就是永久的 涅槃了 永久的 涅槃了 以后 没有办法再出来 利益中生 永久的 涅槃以后 没有办法 再奴 再 利益中生 所以 我们平时讲 小乘 佛教 只考虑自己 就是这个意思 阿罗汉 以后 是这样子 但是 还没有 成就成为 这个最终的 涅槃之前 小乘佛教的人 也会做 很多很多的 利益中生的事情 这个我们 不能 这个理解错了 这样子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选择 那么 另外一个选择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 走吧 走吧 两个 那么 第二个 我们走哪里呢 那就是 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路 那么 大乘佛教的路 如果我们选择 大乘佛教的路 那 我们现在 需要什么呢 就是需要 发菩提心 这样子 走吧 走吧 走到彼岸 大到彼岸 那彼岸呢 我们刚才 讲了 简单地说 彼岸 就是 解脱 彼岸就是 解脱 那么 解脱 有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人 也就 不了解 到底 这个解脱 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 很多人觉得 佛教 这样的 解脱 佛教这样的 涅槃 就非常的 神秘 非常的 神秘 然后就 根本就 不知道 到底 这个 解脱了以后 涅槃了以后 到底 发生了什么 事情 很多人 都是不了解 实际上 简单地说 解脱 是什么意思呢 解脱 并不是说 我们从这个地球上 然后 就是要到另外 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 我们从某一个国家 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 一样 然后我们从这个地球上 就走到另外一个地球 是不是这个解脱呢 解脱不是这样子 我们人 还是在这个地球上 不是 解脱 第一个不是这样 然后解脱了以后 是不是我们 解脱了以后 我们整个的人 就停滞了 再也不会轮回了 再也不会 不会回来 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也不是 那么解脱到底是什么 解脱就是通过佛教的 修心和智慧 把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的 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烦恼断掉 断掉 烦恼断掉了 但是人还在 烦恼断掉了 然后呢 首先第一个 把我们的烦恼全部 缠除了 从本质上 从根本上 断掉了 然后断掉了以后呢 因为我们的 生老病死 跟烦恼 是有间接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的 生老病死的来源 就是这个烦恼 那么 烦恼断掉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人也没有 生老病死的 痛苦 有生 但是没有生的痛苦 有老 但是没有老 痛苦 然后有死 这些都是自然的规律 不可能的 不死 会死 会衰老 但是没有衰老的痛苦 会死亡 但是也没有死亡的痛苦 会生病 但是也没有生病的痛苦 有生老病死 但是没有生老病死的痛苦 现在呢 我们不但是有生老病死 而且有生老病死的痛苦 那么 到时候 我们接头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因为我们把 人的烦恼 全部端除了 然后呢 就是 提高了我们的 这个知晦 还有提高了我们的 慈悲心 把慈悲心和这个智慧呢 提升到最高最高的 这个级别 到达了最巅峰 然后呢 生老病死的痛苦和这些烦恼呢 全部断掉了 那么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人就 解脱了 那人 他没有走 然后他死了以后呢 还会回来的 回来干什么呢 回来就是来度终生的 是来度化终生的 这个时候回来 有没有痛苦呢 没有痛苦 这个就是比如说大乘 很多的大乘佛经 都有记载 比如说 像大乘静状烟伦 弥勒菩萨 所造的这部经 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这种人 他在轮回的时候 他在转世的时候 他在投胎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比如说我们先去 玩就是一个公园 然后这个公园 玩够了以后呢 然后又再 换另外一个公园 花园去玩 一样 他没有任何的烦恼 就是这种感觉 一个人从这个花园 玩这个公园 玩完了以后呢 再去另外一个公园去玩 就这种感觉 他没有任何的烦恼 他就在这个地方 去度终生 帮助终生 然后这个机缘 暂时 就是结束了以后呢 然后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度终生 去利益终生 然后呢 这个利益终生 和度终生的这种 这个过程当中呢 然后他是发息充满的 发息充满的 没有任何的痛苦 但是人 还会回来的 那这样子 就叫做大乘佛教的 解脱 解脱我们 不要理解为 是一个 非常的神秘的东西 但不是这样子 我们平时也有讲 比如说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就 在我们稍微比较 认真的去 投入的这种佛教徒 无论是出家人 在家人 他们自己在感受到 不同程度的解脱 不同程度的解脱 比如说我们 今年 就是因为我 知作 比如说明 文 礼 某一个东西 然后特别的 苦恼 然后呢 我就通过佛教的修行 把这个知作 稍微放下了一点点 然后呢 明年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这些痛苦了 这个痛苦不在了 这个痛苦为什么不在呢 就是因为我对这个 明文礼当中的 某一个东西的知作 我就把这个知作放下了 放下了以后呢 这痛苦也就自然 也就不存在了 那么我的心 这个痛苦当中 出来了 出来了 我就解脱了 这就叫做解脱 这个就是解脱 解脱就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 这个 逼安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般若波罗蜜多心境 佛 让我们 这个 巴兰嘎地 巴兰嘎地 就是让我们到达 避安 那避安 又是一个 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那到底我们去还是不去 去了有怎么样 我们 我们也有这样子的 这个困扰 那么我们简单地理解为 解脱就是这样子 这个里面讲的 巴兰嘎地 巴兰 避安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那这样子多好啊 第一个我们自己没有烦恼 第二个我们没有胜了 病死的痛苦 然后我们同时就可以 可以利益 饶益 帮助 非常非常多的终生 不就是从此以后呢 我们的生命就更加地有意义吗 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是有 因为我们的人生 佛经里面都经常讲 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非常非常地有意义的 特别有价值的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 就是认为自己没有意义 或者没有意义 我的生命没有什么价值 我就是一个没有勇的人 这种想法的人 就是自卑者 这种想法的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 其实是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正确地去了解这个世界 正确地了解人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话 那么我们这一生 无论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都不重要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这一生的生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追求一个 因为我们这一生才有机会追求这样子的经济 直高无上的经济 如果我们换一个身体 我们变了一个另外一种人或者是另外一种生命的话 那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机会 所以人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也要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首先要对接头 我们也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解 然后有了一个正确的理解以后 我们就是不要再忧郁了 不要再忧郁 就是佛让我们往前走 这个当中呢 让我们往前走吧走吧 说了两次了 最后又说了 走到必安 就已经是说了三次了 那就毫无忧郁地往前走 前面是这个必安 前面是必安 那么 走到必安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是解决了自己的生老病死的问题 然后也可以帮助无数的人这样子 首先我们 刚才我们讲了 那我们要走 那还是我们要走到一个正确的必安 要走 走到正确的或者是最好的必安 我们又去就放弃了这个次安 又去必安了 那么必安呢 也就没有走到一个很理想的 这样子的话是不对 所以我们要走的话 那就走一个正确的必安 所以就是 巴拉森嘎地 巴拉森嘎地 正确的最理想的必安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的几句话 就是 摩托苏哈 摩托苏哈就是 摩托就是佛 那我们就是要走到佛的这个必安 大家就是做好准备 我们要走到佛的这个必安 就是要到达佛的必安 也就是说 佛所到达的必安 准确地说 佛曾经所到达的必安 就是佛的必安 实际上这个就是成佛了 这意思 那么成佛我们 怎么能够成佛呢 佛让我们走吧 我们现在就是走不了 我们想走 很想走 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我们可以走 我们很想走 但是呢 我们走不了 走不了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大家看看这个 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为什么走不了 这个 走不了的原因 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这个 斩术班 跟我们走不了 完全是一样 它也有两个原因 我们也有两个原因 就是走不了 那 那 战术班 它这个战术班上面呢 有这个 浇水 然后呢 老鼠已到上面 就沾在这个上面 最后就到四为止 那么 老鼠 它为什么 就是 走到这个 战术班上面呢 这战术班 对老鼠有什么意义 有火呢 首先我们 要了解 我们去思考 认真思考 老鼠为什么要 偏偏要走到 这个上面呢 它为什么 不绕一下呢 然后我们 首先第一个 老鼠 它不知道 这个上面 就有这个 强力的脚水 脚水 它不知道 那么 它不知道 它不知道 它走上去了以后呢 就站在上面 就会撕掉 这个它根本就不知道 那么 这个 叫做 物质 也叫做 物明 物明 我们 也 很多人也不想走 佛虽然是 让我们 但是呢 我们就是 不走 我们就想 留在这里 那留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 留在 像留在这里呢 就是因为 留在这里的 这些 很多的 危害 我们不知道 不了解 我们就是 当下 比如说 就自己有一点点 明文理 生活过得 稍微舒适一点 然后我们认为 永远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不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愚昧的想法 所以 还有一个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有没有 来时 有没有来时 那么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了 很多人 那么不确定的话 就更加的 不想走 所以我们留在这里 像留在这里 然后又不知道 留在这里的 这个 猴果 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这个 就叫做 无名 无名 这是一个 老鼠 最终 站在这个上面 也就是因为 老鼠的物质 如果他知道 这个上面 是有 这个 绞水 那么他 就一定会 绕着路 走的 他一定不会 猜在这个上面 他肯定是 立得远远的 但是他不懂 所以 就是导致了 最后的这个 结果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不仅仅是这个 物质 不仅仅是这个物质 然后 这个 这个 斩书板 上面 还有一点点 对老鼠 有 有火的 有火的东西 这就是老鼠 喜欢吃的东西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战书板的 这个 广告上面呢 也写了一首诗 这里面也提到了 这个上面 就有他 喜欢的东西 那么 喜欢的东西 有在这个 这个 战书板 上面 所以呢 他就 相取 吃 这个 他喜欢吃的东西 那这个 就叫做 欲望 这叫做 欲望 那么 我们今天 就是 这个 就在这个 慈安 一直都是慈安 一直都是慈安 永远都 没办法到达 这个 弊安 然后就是 从无事以来 这么 几千万年 几百万年 到现在 一直都是这样子 然后 未来 如果我们 不努力的话 也是这样子的 结局 永远都是这样 过去也是这样 现在也是 未来 也是这个 结局 那么 这个 什么 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 欲望 欲望 就这两个 三摩 帝王 经 大乘佛教的 三摩 帝王 经 讲得非常 清楚 我们为什么 人为什么 就这么 几千万年 几百万年 就在这个轮回当中 出不去呢 佛教 他有 不承认 有这个 造物主的 存在 佛教 就不认为 造物主 把我们 认到这个 轮回当中 让我们 一直都轮转 轮转 佛教不认为 是这样子 所以佛教认为 没有这样子的 造物主 没有这样子 造物主 那么没有这样子 造物主 那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让我们这么长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这个 在轮回当中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他的 原 懂 离 佛就是说 没有太多的 只有两个 两个是什么 无名 和欲望 就这两个 无名和欲望 因为我们有了 无名 然后就产生了 这个欲望 这个 无名跟这个欲望 也有一个因果关系 有一个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是什么呢 首先是有了 首先是有了这个 无名 然后就有了这个欲望 我们人也是这样子 战术班上的老书 也是这样子 他也就 对这个 战术班上面的 这个 食物 他也就 产生了一种欲望 产生了一种欲望 然后这个欲望的 这个 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物质 物质 他不知道 不能去碰 战术班上面的 他喜欢的这个食物 他就不知道这个 有多么严重的 这个 猴果 这个他不清楚 那不清楚了以后呢 他的欲望 就让他去 吃这个战术班上面的东西 这是他的欲望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是 如果这两个当中 其中一个 不在的话 那绝对不会有 最后的这个 结果 如果第一个 他知道这个上面 是有 这个 这个 绞水 这样子的话 他有再大的欲望 虽然他特别特别地去 想吃 这个战术班上面的 这个 食物 但是呢 他一定 控制自己的欲望 控制自己的欲望 他绝对不会去的 如果 这个 这个 武明 这个物质 不在的话 那就 他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的话 那 他绝对不会的 另外一个呢 如果他没有这个欲望 没有这个欲望 他虽然不知道 他虽然不知道 这个战术班什么东西 但是 战术班上面的 这个 食物 他不甘心去 没有欲望的话 那他也不会走到这个战术班上 没有这个必要了 所以 其中一个不在的话 那么 他就不会 撕在这个战术班上面 他不会撕在这个战术班上 老鼠 撕在这个战术班上面呢 就这么两个原因 物质和欲望 那么 那么这个物质 欲存 物质和欲美 放在佛教里面 佛教就说什么呢 这叫做无明 无明 无明就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慈安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地方 这叫做 这个 无明 然后呢 我们 有一部分的人的话 虽然 佛 让我们走 但是呢 我们 还是 不想走 那不想走的原因呢 主要的原因 也没有什么 别的原因 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对这个 轮回的 对这个 轮回当中的 明文理 对轮回当中的 一切的 这种 眷恋 这种执着 舍不得 不想走的原因 就是这个了 也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 特别的 执着这个轮回 特别的 执着轮回当中的 这些 这些 快乐 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幸福和快乐 然后 生活当中的 幸福和快乐 虽然 他也知道 不可能 是一个 永恒的 没有这样子的 都是变化无常的 但是呢 现在 暂时也就 不考虑这么多 不去想这么多 就是 为了 眼前的 为了 眼前的 就是这一点 幸福和快乐 那么他就 不顾一切的 哪儿都不想去 就要待在 这个 这个 慈安 就不想 到边 那么最后呢 就是 导致了一个 这样子的 这个 结果了 就是 撕在这个 展书班上面 老书也就 撕在展书班上面 然后我们呢 也就是 从巫师一来 就 就 站在 这个 轮回当中 站在轮回当中 我们也出不去 都是 都是 都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 就在 地球上 因为 底形的 这个 引力 我们任何一个 东西 都会落到 最后就落到 这个地球上 都 离不开地球 一样 我们也就在 轮回当中 有些时候呢 我们 也会走到 这个 天 天人 人间 但是最终呢 还是 又会 抵御 恶归 这样 只是有些时候 搞 有些时候 低 但是 总是 走不出去 有一个 无心的力量 有一个 强大的力量 就把我们 就是 紧紧地 舒服在 这个轮回当中 那么 这个 强大的力量 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 这个 世界上的 无数的宗教 都有自己的 想法 有各种各样的 说法 各种各样的 说法 比如说 神啊 鬼啊 或者是 其他各种各样的 原因 佛教 就说 我们在这个 轮回当中 走不出 就跟任何的鬼 和任何的神 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 我们自己的 这个欲望 和这个 无名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你就 能够 稍微放下一点点 这个欲望 然后呢 稍微明白一点 这个道理 这样子以后呢 你自己就可以 走出去 自己就可以 这个 超越这个轮回 比如说 老书在 战术版上 最后撕掉 也跟任何的 鬼和神 没有关系的 是因为 他自己不了解 不明白 结局 最后的 最后的 这个结果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 他不明白 这个 这个 最后的结局 也没关系 如果他没有 这个欲望的话 没关系 但是 又有欲望 就这两个 架在一起 又不明白 它的严重性 它的后果 然后又有欲望 导致了 最后就是 就撕在这个 战术版上面 那么我们呢 人 所有的 凡夫 无论是 人 天人 还有我们 六道轮回的 所有的 终生 所有的终生 那么就是 我们的 欲望 和这个 愚眉 就这两个 就让我们 六转在 这个轮回当中 没有其他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 我们现在 听佛的话 佛就让我们 往前走 那我们想走 但现在 就是 就 站在这个 战术版上面的 老鼠一样 我们走 走 走 走不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是 到底 是这个 轮回 来抓住 我们不放 还是我们 抓住 轮回 不放 大家 要想想 到底是 谁 抓住了谁 这个就 很重要了 然后呢 我们 去 这个佛 用大乘佛教 的这个观点 去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最后就发现 实际上 不是 轮回 把我们 抓住了 而是我们 把轮回 抓住 紧紧地 抓住 不放 不是 比如说 地球 是由它有 地心的引力 所以它在它的 左边的这些东西 全部 吸到这个地球上面 是地球的引力 不让它们走 但是 轮回 它是不是也有一个 这样子的引力呢 没有 轮回 没有 轮回 是我们 自己抓住 轮回 不放的 抓住 轮回 不放的 这个不是 轮回 抓住 我们了 是我们 抓住 轮回 不放 这完全是一个 一个道理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 今天我们看到了 一个 我们非常 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 然后呢 我对这个东西 产生了 很大的 欲望 然后就 没有得到 的时候 心里就 很痛苦 很痛苦 挣扎 那这个时候呢 是 这个东西 进入了 我的心里 还是 我的心 去抓住 这个东西 不放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 想想 都是一样的 道理 这个时候 我们 平时就是 看起来 把这个东西 因为我看到 这个东西 它就 进入了 我的心里 然后就 让我 变得 特别 特别的 痛苦 看起来 是这样子 但实际上 根本 没有什么东西 进入我心里 是我自己 去抓住 这东西 不放 那不放 现在我们 只是要把 这些东西呢 要放下来 才能够 才能够 解脱 那这个时候 大家也不要 不要 无解 我们很多人 对佛教的 无解是什么呢 那放下 明文里 全部都放下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 这个快乐 一切都放下 那我们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那我的 不就是 比如说 我们的房子 车子 然后就是 我自己的明文里 等等等等 凡是我认为 是好的东西 我奋斗了 一辈子 最终 让我放下 我怎么可能 放下呢 实际上 这个 这种想法 是我们 对放下 这两个字的无解 放下 这两个字的无解 放下 是什么意思呢 放下 就是 不是把这些东西 扔掉 放下 也不是说 我们不要去用 这些东西 用可以用 比如说 我们 争悟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 就一个人 就注意 拥有 一套房子 没有争悟的时候 也用这套房子 争悟了 以后 也在这个房子里面 这是不是 我们没有争悟的时候 没有放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 这个房子 比如说 一套别墅 别墅 就是 我没有争悟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放下 我就可以在 这个别墅里面生活 那我争悟了以后 因为我放下了 所以我就是要搬出去 是不是这样子呢 当然不是这样 搬出去了 不叫 不叫方向 不叫方向 这个我们之前 也讲过很多次 这就放下 跟这个我们 世俗平时讲的 放旗 和佛教 这样的放下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内容的 神都不一样 我们内心当中 没有方向 从别墅里面搬走了 放旗了 但是心里没有方向 有勇嘛 没有勇的 反而就产生了 更多的烦恼 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 我们对方向的理解 是一定要 要个正确的理解 那么我们 比如说 争悟了一样的 争悟了以后呢 就早阳 可以用你的别墅 用你的好车 用你的名牌的衣服 等等等等 凡是你喜欢的东西 早阳可以用 可以用 但是呢 对这些东西的看法 就有所变化 有所变化 转变了 之前对这些东西的看法 和之后呢 对这些东西的看法 转变了 但是 在生活当中 栽用 不需要放弃 但是我们的内心当中呢 产生了 一种转变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两个方面 第一个 要明白 明白道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有些东西要放下 然后放下呢 不要离结为放弃 因为我们之前 大家对放下这个 就是有一点点 敏感 我们不想 不愿意放下 就是因为我们认为 放下就是放弃了 所以我们不想放弃 实际上 不是这样子 那放下呢 怎么样放下呢 放下就是让我们明白 现在我们的这个心 我们的这个意识呢 紧紧地抓住 比如说我们十个手指头 把一个东西紧紧抓住 不防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人呢 把我们的每一个手指头 一个一个扳开 最后让我们十个手指头 放下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是 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首先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自己明白道理了以后呢 我们自然就放下了 这个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那用什么样的方法 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佛跟其他的 比如说 像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 就是印度就有很多很多的宗教 那这些其他的宗教 都是特别特别的忠实 哭心 哭心 特别忠实 忠实哭心 而且有些哭心呢 非常非常的残忍的 这样子 那佛陀呢 不太忠实这个哭心 佛陀忠实什么呢 忠实智慧 忠实智慧 如果有了智慧 你内心当中 这些东西你自然就明白了 如果你没有这些智慧的话呢 那就是用这些哭心 来折腾自己 也是没有什么勇的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首先 要让这个老鼠 让他明白 这个东西 叫做战术办 你必须要明白 这叫做战术办 战术办是干什么的 就是把你粘在这个上面 就是最后让你慢慢慢慢地 撕去 这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呢 叫做战术办 你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 首先让老鼠明白这个道理 他明白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 虽然对这个战术板上面的一些 这个食物 他还是对他有诱惑 但是呢 他一定会扰着走 那同样的我们 也是一样 佛就让我们明白 这个轮回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怎么回事 让我们明白 那么明白的时候呢 让我们明白 那怎么样让我们明白呢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就回到 这个波罗波罗密度 心经的主体的 这个核心的内容 核心的内容 是什么呢 就是四句话 这个四句话当中 就包含了所有的 这个波罗波罗密度 心经的内容 不仅是 波罗波罗密度 心经 还有很多的波罗经 很多的波罗经 他的文字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文字 但是呢 内容呢 就是这几句话 几句话 那几句话是什么呢 舍己是空 首先是舍己是空 舍己是空 告诉我们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 色 香 手 这些东西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 某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好听的 或者是我们吃了非常好吃的美食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对这些东西是特别的执着的 美食 早样可以去吃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 方下的呢 不是说不吃这个东西 但是要明白这东西的 之前我们为什么这么执着的 这个 就是 方下的就是执着 方下的不是这个食物 本身 方下的呢 不是食物 方下的是我们心中的执着 然后呢 方下的 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听音乐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现在要放下的不是音乐 是我们对音乐的这种 过度的这种执着 就是这样子 然后 那这个是怎么样让我们放下呢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也有很多的这个修法 但是这个当中最好的 就是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明白这些东西的真相 这些东西的真相 那真相明白了以后呢 我们自己自然就会放下的 这样子 那么 真相 明白或者是放下 这个有两种方法 两个方法 那两个方法大家要记住 两个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比如说我们对 对某一个外在的东西 特别特别的执着的时候 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呢 让我们明白 你现在特别执着的这个东西 所执着的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这样以后呢 我们知道我现在执着的东西 是不存在的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完全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完全是一个假的东西 这样子以后呢 然后我们的内心 就会不会去执着的 这是一个方法 首先是我们对外面的这些东西的 这个了解 波日波罗米族 心境 还有就是比如说 龙鼠菩萨的中观 中观就是解释这个 通过理论来解释佛的空心 那么这个方法呢 主要就是让我们明白 这些外面的东西呢 都是入患入梦 就像金刚井的最后的四句话一样 让我们明白入患入梦 这是我们显宗里面用的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呢 不是让我们 不需要我们去观察 这个我们所听到的 看到的 到底 这个是真实 还是是虚拟的 我们不需要去观察 直接 直接就是我们 有我们的心 意识 如手 如手 直接就去看我的心 现在我们的意识呢 它不就是去抓住外面的东西吗 那么外面的东西 这个存不存在 先不说 先看我去抓住不访的这个心 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直接就去看它的本性 这两个切入垫 是不一样的 如手的地方不一样 一个就是对外面的 比如说 特别特别的执着 某一个 东西的时候呢 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通过 让我明白这个东西 先不说我的 这个执着的心 是什么样子 就是让我明白 这个执着的东西 是不存在的 这样子以后 我心里自然也就会放下的 这是一个切入垫 把外面的东西作为切入垫 外面的东西想入手 然后呢 让我们明白 一切都是入患入蒙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执着就开始松动 我们之前是特别特别的执着 开始松动 松动的原因呢 如果是通过其他的教育 通过其他的手段 让我们放下 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只有让我们明白 你现在执着的东西 是不存在的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会 就考虑 这真的是不存在的吗 自己去探索 然后就放下 真的不存在 真的不存在 那我有必要去执着吗 然后就 这个执着就放下了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谁在用呢 绝大多数 这是我们的中观 还有就是 波罗波罗蜜多 显宗的波罗波罗蜜多 和中观 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中观呢 平时就观察 很多很多很多 外面的这些东西 声音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色即时控 这个色当中 就包含了 实觉看到的 然后呢 我们的听觉 听到的 然后就是温到的 接住 收可以出觉 没到的 这些东西 凡是这个外面的 这些物质 用我们的 平时的这个语言 我们的这个 平常用的语言来讲 这叫做物质 凡是这些物质的东西 是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 倡导的 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呢 就作为一个切入点 去观察 然后就明白 这些都是如画如梦了 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 我们的执着 虽然不可能 当下就完全放下 但是呢 开始松动 开始松动了 开始松动以后呢 我们会产生一种疑问 到底真的是不是 如患如梦的呀 等等 然后我们对这个 很多人也就甘心 去进一步的去观察 最后我们得到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结论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对我们初学者来说 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有用的 但是呢 有一点点 绕 有一点点绕 就是以揍了一点点的弯路 不是很直接的方法 但是这个弯路 我们 多数的人 是一定要揍 通过揍这个弯路 最后就可以导致 佛讲的这个彼岸 不可能一下子就走一个 非常解禁的路 这样子 这是一个方法了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 先不惯 我看到的 听到的 这些东西在和不在 我先不惯 先我 让我特别的 不愉快的 让我特别不自在的 不是外面的这些东西 是我自己的心 是我自己的内在的 如果我不执着这些东西 那它们会影响我吗 比如说 一千个一百个战术班 摆在那里 如果老叔他 明白这是什么东西的话 他会 他会 去捧这个东西吗 不会的 然后这个 这个战术班上面 就是放再多再多的 老叔喜欢吃的东西 如果老叔他 明白这个东西是 为什么呢 那他 明白的话 那他一定会多得远远的 远远的 就是因为他不明白 所以最后就导致了这个 结果 所以我们 这个时候呢 这个渔王 老叔也就是因为 他自己的渔王 不是 不是战术班 战术班 这是一个因缘而已 实际上真正让他 撕在这个 战术班上面的 主要的原因 是他自己的 这个 渔王 是他自己的渔王 如果他 没有这种渔王的话 我们刚才讲的 几百个 几千个战术班 都 都 战不了 一个 老叔 但是因为 老叔 他第一个 就是不明白 第二个 他有渔王 然后正好 就是 就站在这个上面 那我们 也是 实际上 让我们 一直都在 这个轮回当中 这个 辗转不喜的 主要的 动力 主要的 动力 不是 金钱 不是金钱 不是权力 不是这些 外在的 所有的东西 这些都不是 外面的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 明白了 或者是我们 没有那么多的 渔王的话 它能影响到我们吗 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 真正让我们 永远都在 这个轮回当中 永远都不让 我们出去的 就是不是 不是金钱 不是权力 不是这一切 是我们自己的执着 是我们自己的执着 那么 现在 这个执着 要解决的话 那另外一个 切入点 那就直接就看 这个执着 它本身是什么 本身是什么 它所执着的东西 是什么 先不管 先看执着 它本身是什么 那么 一看 了解了以后 一下子 明白了自己的 内心的 这个 真相 然后就是 慌然大悟 慌然大悟 原来没有一个东西 是去抓住 外面的东西 我以为 有一个东西 精进地抓住 外面的东西 不放 所以我就轮回了 但是 现在 回头 认真地去观察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一个东西 就是原来一直都以为 有一个东西抓住 不防 其实这就是一种 一种错觉 一种错误的理解 实际上 我不明白的时候 或者是我 还不动这个 这个 道理的时候 我以为 好像是有一个 东西去抓住 不是外面的东西 来抓住我 是我的心去抓住 但是 现在 明白了这个 真相的时候 没有一个东西 去抓住 这些是一种错觉 这个 就是真正的 从内心 深处 就解决了 所有的问题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 真悟了 这叫做真正的真悟 不是 一般的 这个逻辑的 理论上的理解 而是我们 直接就了解了 我们自己的 内心的 本质 内心的本质 这样以后 就 立即 就明白 没有一个东西 是抓住的 那么 没有 没有一个东西 抓住的话 那外面的这些东西 它是真实的 或者是不真实 跟我没关系 我就没有一个东西 我这里就没有一个东西 去抓住他们 那么 似乎这些 所有东西就变得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子 所以 他们 就不会 影响我 老叔 跟这个 战术 两个 谁把他们 两个连在一起 如果没有一个东西 把他们两个 连在一起的话 那老叔 就是一只老叔 战术班 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他们两个 走到一起呢 那不就是 老叔的这种 欲望和欲眉吗 不就是老叔的欲望吗 老叔的欲望 又来自于什么呢 不就是来自于 无知 那么 我们人 跟这个轮回 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我们 跟轮回 就是这么 几千万年 几百万年 一直在一起呢 与什么东西 把我和这个轮回 连在一起呢 这什么东西呢 还不是我们的 这个欲望 那我们的欲望 是来自于什么呢 不就是来自于 无明吗 来自于无明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轮回的 就让我们 这么长时间当中 在轮回当中 受苦的这个根源 现在我们找到了 找到了 是谁 不是万能神 不是我们世俗的人 特别特别害怕的 什么鬼啊 这些根本不是他们 不是鬼 不是神 他们都不是 然后呢 是谁呢 就是无明 我自己的无明 这个就彻底地 就发现了 让我轮回的这个 这个 力量 这力量 然后 明白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 进一步地去 去 解决 这个无明 那么无明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我们 烧高香 烧头香 然后我们 是不是捐很多很多的钱 去监苗 供养很多的出家人 这样子吗 也不是 为什么呢 这个有可能 反而 让我的无明 更加的 这个 公 公骨了我的无明 就是因为 我 可以在这个 慈安 留下来 为什么呢 我做了那么多的 这个功德 我做了那么多的功德 那我在慈安 我不需要到弊安 我到慈安 我在慈安 一定是可以 很幸福的 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 这个功德 等等 反而就是让我 继续 这个 就在慈安 然后就有可能 增加了 增加了 让我留在这个 这个 这个慈安的 这种念头 有可能 或者是 有可能 增加了我的这个无明 都有可能 那么这些都不是 这个都是有功德的 所以我们在 实际的这个 心动 落实到 这个 点点滴滴上 那我们怎么样 落实呢 那就是我们需要 现在我们需要 如果我们 就是按佛的 这个要求 我们如果想 走 慈安的话 那我们现在 其他都不重要 我们需要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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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慧 就是知慧 那么 知慧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这个 三个字 闻 思 秀 对 闻思秀 闻思秀 这三个字 像佛所的 花燕经 还有就是 菩萨 这个像 无卓菩萨 他们 讲的 像 瑜伽 师弟伦 等等 所有大乘佛教 都在讲 这三个字 闻思秀 我们去听闻 佛法 好好地学习 接受 这个佛的 珍贵的 佛陀的教育 不要去 密信 不要去 密信 然后不要把 这些民间的 各种各样的 这些说法 传说 各种各样的 民间的信仰 就是 因为是佛法 就要分开 然后我们必须要 追求 知慧 追求知慧 稍向拜佛 当然可以 就是我们 生活上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求佛 可以去求菩萨 保佑 当然是可以的 这个完全是可以 我们是 皈依了佛门 皈依了三报 有问题的时候 求佛 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学佛 不是为了求佛 这是一部分的内容而已 我们现在 就是需要知慧 知慧就是来自于 听闻佛法 去听 然后听完了以后 去思考 思考 如果我们不思考的话 我们只是听 因为佛经 讲的这些内容 都是非常的神奥 我们听不明白的 所以反复地去思考 然后最后 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修行大作 修行大作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作为一个大称的佛教徒 这一生 是一个唯一的机会 这一生唯一机会 如果我们这一生 做得好 做得好 尤其把基础的东西做好了 那么我们下一次 再下一次 都有非常好的福电 有很好的基础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都有希望 会越来越好 如果我们这一次 没有做好 然后学习的智慧 这个学习 这些东西 温思修 都失去了 这些机会都错过了 那么 下一世 什么时候 再有这样子的机会 这很难讲 很难讲 所以呢 我们 就是 每一个佛教徒 我们 就是 喜欢 绍向拜佛的人 可以修 可以 继续可以 绍向拜佛 然后就 喜欢捐钱 修苗的人 可以继续做这些 都可以 这些都是福宝 对我们的 温思修行 都有帮助 比如说 我们如果有福宝的话 那我们对佛教的理解 修行的时候的 这个感受 都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尽量地去 行善 做功德 这些都是 继续做 都很好的 一点的不矛盾 但是 就不要 停留在 这一点 下面 我们必须要去 追求知智 那么 知智呢 就是要去 修 闻 所得的知智 修 似 所得的知智 然后最后就是 修 所得的知智 这三个知智 这三个知智 然后就 自己拥有了 这个知智 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不会 猜到这个 战术班上面 因为有了知智 不会走到这个 战术班上 这战术班上面的 东西呢 对我们 朝阳是有一定的 这个 优惑 但是呢 就已经非常明白了 它的厉害性 严重性 所以呢 还是要 躲得圆圆的 就是 以这样子的方式的 这个修心 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 就是要 投入 我们 学佛 其实是 如果我们 这个 学佛的这些方法 方法 指导了 指导的话 那就是一个 非常轻松 自载的 去学佛 完全是可以 一方面我们可以 过一个非常 现代化的 非常这个 施赏的 非常属实的 一个这样子的生活 然后呢 同时呢 也可以 修心 也可以修大乘佛教 这完全是没有 不矛盾的 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 平时没有 去 这个 文思绣 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没有 这个条件 那么 越是没有 文思绣 那么我们 越就不理解 这个 佛法 然后我们 越不理解 这个佛法 然后我们 对佛教的 这个 这个 误解 就越多 这样以后呢 我们听到了 一个什么 方向 这样子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 就 很害怕 其实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可以一个 一方面可以工作 一方面可以生活 工作和生活 还有我们的修行 不能冲突 也不会冲突 如果是冲突的话 是我们自己 没有做好 那么 比如说 佛 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法 一部分是针对 出家人 一部分是针对 在家人 那么 在家人呢 当然要工作 当然要生活呀 那么 佛陀 给在家人 设计的 这个方法 是跟他们的生活 冲突的 跟他们的工作 矛盾的 那怎么可能 佛 佛怎么可能 设计一个 这样子的方法呢 不可能的 那么 所以我们 这个 如果 如果是 认为这个 有矛盾 那是我们自己 没有做好 实际上 一点都 不矛盾的 所以我们 要大家 尽量地 就是 投入 文思秀 文思秀 这个上面呢 我们虽然是 花了一点点的时间 但是 回报 就不一样 有很大的 收获 这个收获 并不是说 某一个人 说你会有 这么这么样的 收获 是我们自己 亲身 体会到 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 这个 去 了解 去追求 这个 知会 知会 有了知会 我们的 这个 欲望 然后就 就会 可以 可以 砖变 欲望 砖变了以后呢 不要以为 从此以后 我们的 生活 很法为 这个不可能的 我们有更高的 更好的东西 可以 可以用 所以呢 幸福和快乐 就是 可以来自于 很多很多方面的 现在我们 目前这个阶段呢 我们就是认为 我们的幸福呢 就是来自于 这些世俗的 一些物质方面 那物质 有些时候 确实也会给我们 带来幸福的 会给我们 带来快乐的 这一点是 没办法否定 也没有必要否定 但是呢 不要以为 所有的 幸福和快乐 一定要拥有 物质才 可以 没有物质的话 那么就不可能 有任何的 幸福快乐 那当然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就是 就在 这个 追求 这个 知慧 通过温思朽 追求知慧 明白了 这道理以后呢 然后 就得到了 一部分的 首先 就是把我们的 一些 观念 逐步逐步的 转变 然后呢 我们就 从此以后呢 我们 对这个 对这个 战术班 很精体 很精神 然后呢 就是要 尽量的 就是 避开 扰之中 不会像之前 这样子 就做到 上面 最后就 起到这样子的 作用 那这个是 需要知慧的 需要知慧 有知慧 如果老叔 他有知慧 那谁都不需要 说 他自己会 他自己会 主动地 就会避开 那我们也是 就是要学习 那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讲了 从空心开始 舍即是孔 孔即是舍 从这个地方 一步一步的 我们 要开始 就是这样子 那么 这两个 切入点 刚才讲了 一个是 对外在的 这个 观察 那 另外一个呢 对内在的 这个 观察 对内在的 这种 切入点 这种 方法呢 主要是 比如说 像 汉川佛教的 禅宗 它主要是 就是 内在 得切入点 为助 还有就是 密法 比如说像 大圆满 大手阴 他们呢 制制人心 直接 以自己的 这个 衣饰 作为 这个 儒手 殿 然后就是 从这里 入手 明白了 最后就是 达到了 这种 明白真相 的这个 结果 然后就是 无名和 愚亡 自然就得到了 这个 解决 这样子 这是 波瑞 波罗 米多 他的 核心 的思想 那么 关于他 讲的 这些 空心 我们 要 明天 和 后天 还有 两节课 这个是我们的 进一步的 去讲 但是呢 这个 空心呢 非常的 神奥 然后我们 对空心呢 可能也有 很多不太 明白的地方 所以 就 一节课 两节课 也不一定 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呢 地方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 看一些 像中观的 这个树 然后呢 我们网上 也可以招很多 很多的 关于这个 中观方面的 这些 诗评呢 音评呢 都有的 学习 进一步的 学习 那最后 最后呢 我们一定会 明白 一定会明白 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 这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 如果我们 对空心 稍微有一点点的 理解 稍微有一点点的 理解 然后我们就 虽然还没有证悟 有一点点的 理解 我们开始 接受 我们就 心里就 产生了一种 疑问 之前的话 就根本就 没有疑问 怎么可能是 空心呢 这些东西 这么事实 灾灾的东西 怎么可能是 空心 我们一定会 拒绝 然后慢慢地 通过学习以后呢 就产生了一些 疑问 也许 也许是这样子 也许有可能 是这样子 这种 这是 还不是一个 真实的人事 或开悟 这是一个 产生了一点点的 欢迎 这个时候 我们的执着 就开始 松动了 开始松动 这个时候 就开始松动 所以 佛经里面讲 如果有一个人 就是有一点点 这样子的疑问 开始有一点点 接受 虽然还没有 完全地 接受 虽然还没有 完全地理解 和明白 但是就是有一点点疑问 也许是 不会之前这样子 拒绝的话 那么这个人的轮回 的动力 受到了破坏 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所以 这个人 以后 不会在这个轮回当中 停留很久 这是肯定的佛经里面讲 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们 想办法 大家要学习 这个 波罗波罗密的心经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的 今天的 这个课 将到这里 还有20分钟的时间 大家 就是 关于我们今天 讲的这些内容 有什么疑问的话 大家可以提问 我们可以提问交流 我先替一位师兄 问一个比较紧急的问题 他就说 他的85岁的母亲 后天要动手术 因为母亲不信佛 他就叫母亲念 这个菩萨 菩萨的名号 母亲也答应了 他想问 他还能为母亲做些什么 首先 第一个呢 就是为母亲念腰式经 然后就是比如说 也可以念那个独母 绿独母的走 念花生大使的一些祈祷文 非常好的 还有就是 比如说如果 这个福经 他自己的所宰的地方 如果有寺庙 然后呢 寺庙里面呢 也不是一个律有神地 而且有这个僧人 这样子的话 就是请僧人 念经 念要是佛的周 或者是要是佛的经 佛经 这样子是有帮助的 请问上师 您说我们抓着轮回不放 仔细想想是这样的 当我意识到这个真相的时候 也许我就走上了摆脱痛苦的路 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 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自己紧缩的心态 有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我们 当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明白 这个空心 至少 理论上有一点点明白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开始摆脱痛苦了 那具体的方法当然有了 这个我们明天和后天还要继续讲 请问上师 有了空心的见解以后 是在吃饭睡觉走路中去串席 还是必须坐在座上观修才能巩固 还是两者都需要 是是是非常重要 这个首先我们 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始大佐的时候 对空心有一点点理解的时候 然后我们心走作我当中 要用的话是很难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每一天 比如说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或者是更多的时间当中 就大佐 就专门地去传系 这个就叫做修心 这样子 然后这个修心 就是有一定的力量的时候 有一点点 熟悉了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修心 就可以拉到生活当中 然后心走作我的时候 只要我们没有忘掉的时候 只要我们没有忘掉的时候 就可以用 但是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比如说我们人 心不是很急的时候 或者是不是很忙的时候 用一用 是可以的 这个要看我们的修心的力度 然后我们最后确实是 这个修心的经济 稍微到达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完全是可以用 也用得上 然后 用了以后 对我们的这种烦恼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样子 请问上师 佛经上说 众生本来是佛 既然是佛已经觉悟 又为什么会仍然处在无明当中 这个我们要这样子理解 众生本来是佛 这个我们要这样子理解 众生本来是佛的意思 我们的每一个众生的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 它本身就是佛心 它本身就是佛心 但是这个佛心 它本身是佛心 但是我们现在 还没有感觉到 我的心是佛心 也就是说 我们还没有真悟 还没有发现 所以就是 虽然是佛心 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悟 或者是还没有发现 所以就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不起作用 然后有一天 我们真正就发现了 我自己的内心 每一个七心动念 都离不开佛心 这样子的时候 那也是我们 真悟的那一天了 那个就是我们 真悟的那一天 从那一天 从此以后 然后就 因为我们真悟了 所以这个佛心 就开始发挥作用 这样子 现在呢 虽然是佛心 但是没有 没有这个 真悟 所以这个 不会起到作用的 既然我们要走向 解脱的彼岸 但仍要发愿 往生西方净土吗 这两者好像有一点矛盾 这两者 一点的不矛盾 这两者为什么不矛盾呢 比如说我们 如果念佛 能够真常的往生 真常的往生 是什么呢 一旦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 立即就见到了阿弥陀佛 立即就见到阿弥陀佛 这种叫做真常的往生 那么一旦这种往生的话 我们一旦见到了阿弥陀佛 立即我们就是因为 阿弥陀佛的力量 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加持 我们当下就见到佛的时候 就开悟了 真悟了 而且这个时候的真悟的这种境界 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这叫做异地菩萨的境界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那么真悟了以后 他就很快就能够成佛了 很快能够成佛 所以这两个不但是不矛盾 而且我们对自己的修心 没有太大的把握的话 那我们修空心的同时呢 就给自己再度一个功课 这个就是念佛 修金土的念佛 那可以这个禅和禅宗和金土 参金 双云 双秀 或者是金土和秘宗 金 米 双秀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一点都不矛盾的 请问上师解脱是不是把有感觉的心去掉 如果去掉是不是就是空性 也不是 也不是把有感觉的心去掉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佛他有没有感觉呢 也有感觉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去掉 不是把我们的心 就变成了一块砖头一样 没有任何的直觉 没有任何的感觉 当然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心就变成了一块砖头 那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不是把我们的感觉去掉 这是把我们的烦恼去掉 那烦恼去掉了以后呢 就成佛了 那佛有没有感觉呢 当然不会有现在我们的这种痛苦啊 还有就是轮回当中的这种短暂的这种快乐的感受啊 他没有这样子 但他有更高的 他有更高的这个感觉 所以佛是有智慧 有感觉 但是不是我们的世俗的感觉 鼎礼上师都说一切为心造 那地狱也是心造出来的吗 真的是存在吗 是啊 当然是了 我们大家对这种地狱的这个理解啊 我们千万不要理解 地狱 地狱就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是一个人的世界 然后另外一个星球 另外一个星球 就是地狱 就存在一个这样子的星球 或者是我们的地球上的有一部分呢 是人的世界 另外的一部分呢 是地狱的世界 千万不能这样子理解 佛经上有没有这样子的记载呢 是有 有这样子的记载 但是佛经上也有非常清楚地说 这种记载呢 佛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就是当时的听众 为了他们的容易理解 佛怎么讲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他的真相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人来看这个世界 就是人的世界 然后呢 地狱的终生 看这个世界 是地狱的世界 那么一个空间 不同的维度 一个世界有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空间 比如说 两个人在一个地方 一个人呢 谁找了做噩梦 那另外一个人就没有谁找 两个人同一个地方 然后就有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感受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 像入菩萨心轮 当中也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我们平时造了太多太多的罪业的人 因为他的这种罪业 让他做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噩梦一样 恐怖的噩梦一样 让他就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地狱 那么这样子的地狱 存在不存在呢 对他来讲 当然是存在的 那么对我们来讲 那地狱在哪里呢 当然不存在的 就是应该这样子分开讲 比如说 这个做非常恐怖的噩梦的时候呢 对做梦的人来说 这个恐怖的东西都是存在的 那么另外一个 就住在他的旁边的这个人来讲 这都是不存在的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世界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人的世界 也是 比如说一个地狱的人 终身来讲 那我们的这个世界存不存在呢 对他来讲 我们的世界是不存在 为什么呢 他感受不到 他看不到 我们的这些 他相守不到 所以是不存在 但是对我们来讲 这是真实的 最佳的答案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比如说 佛经里面呢 也讲 比如说像 月球 还有就是其他的星球 上面呢 也有很多天人 或者是除了我们人类以外的 生命的存在 那么人类到了地 月球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看到 那是不是 这个就是 是不是佛经里面讲的不对呢 也不是佛经这样的 这个人跟其他的 除了动物以外的 其他的天人 这个中间就有一种 夜里的割阁 割阁 所以这个夜里不同的人 就在不同的维度生活 所以相互之间 他们有可能 通一个空间当中 但是他们 相互之间 是不会有任何的干扰 这样子 这个是对地狱 或者是天堂的 一个正确的理解 请教上师 为什么念诵《心经》 可以帮忙我们 遣除违缘障碍 是空性的加持吗 如果念诵的人 对空性的理解不深 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加持 是 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 我们遇到一些 逆缘的时候 逆缘的时候 然后就念这个 《波瑞心经》 这叫做 《心经》的回者 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它为什么有效呢 主要是 如果念这个《心经》的人 如果能够证悟 证悟了空性 或者是对空性 有一定的理解 然后呢 他在念这个《心经》的同时 也就向到了这个空性 这样子的话 就是对他 这个产生的效果 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如果我们念《心经》的人 对空性是一窍不通 或者是我们对空性 有一点点理解 但是念的时候 心都是散乱的 这样子的话 念这些文字 那当然有作用 但是这个效果 是很小的 很微妙的 所以 所以 最主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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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持 或者是力量 都是来自于空心 佛说这个世界 都是假的 我们听的 经和法 都是空的 那如何有一件 假的 空的方法 可以通往 真实成佛的道路 这个非常好 只是我们 成佛也不是真实的 从这个层面上 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 做了一个梦 然后梦里面 我梦到了 我去学佛了 然后我去修行了 最后我就成佛了 那么从梦的这个层面 这样的话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他也学了 法也在 佛也在 他自己也在 他也缺缺事实 也学了 最后他也就成就了 从梦的角度来讲 这都是 都是存在 这个当中呢 我们不能说 这当中有几个是真实的 有几个是 假的 不论这样子 从梦的层面来讲 都是真实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比如说 从来没有 没有睡着的 心已经是书行的人 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这个 他也没有学过什么佛 他也没有修过什么法 他也没有称过什么法 称过什么佛 那么从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就是这样 都是 都是不存在 但是 这个我们从空性的角度来 讲不存在 跟另外一个角度的存在呢 其实我们看起来 就是有一点点矛盾 但是呢 这个不矛盾 我们可以明天 可以解释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 可以妄想 可以学习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佛经里面呢 将这个二地 生以地和世俗地 生以地和世俗地 分开讲 如果我们不分开讲的话 那就是 就很多时候 就导致了很多的混乱 搞不清楚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 一个现实生活和梦的世界 如果混在一起讲的话 那就是 就导致很多很多的 这个矛盾 现实生活和梦要分开讲 做梦的人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 我们人也会睡着的 这是现实生活 但是睡着了以后呢 他有经历了 很多很多 其他的东西 那这个不属于现实生活 但是他是 他确确实实就看到了 他经历了 而且他正在经历的时候呢 他的这种真实的程度 完全可以达到 现实生活的这种 真实的程度 那么 但是这个要分开讲 分开讲的话 就不会有矛盾 那么空心和这个 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 包括学佛呀 修行啊 也是这样子 这个分开讲的话 就不会有矛盾 发心清净 是否是不执着的意思 对成佛的结果不执着 与凡夫的行为 就是说只做好事 不问结果是一样的吗 如果不一样 是否有成佛的愿力 这样的因才能成佛 发心清净 这个清净是相对的 没有一个绝对的清净 相对的清净 这要看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就去当一共 那么当一共的时候呢 我们对这个一共的这个工作 是有很执着 特别特别的执着 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能够帮助到人 但是呢 这个当中 没有任何的自私的成分 没有自私 那么这个也叫做发心清净 因为他没有知识 所以叫做清净 然后就是不执着了 那当然也叫做清净 所以这个清净呢 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不同层次的理解 好 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心经的境界 和大圆满的最高境界 是等同的吗 心经的境界和大圆满的境界 就是经经是从空心的角度来讲 那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心经 他把这个空心呢 已经降到非常非常到位 降得非常的到位 到了大圆满 到了大收音 到了什么地方 也没有什么再提升的空间了 他已经降得非常的到位 所以经经是从空心的角度来讲 是一样的 佛经或者是过去的这些上师们 这些上师们或者成就者 他们的著作当中呢 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经经是从空心的角度讲 已经是很到位了 可以说是一样的 问题就到这里 好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做回乡 那么 首先我们大家也知道 什么叫做回乡 回乡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今天 大家听经文法 那么听经文法的这个功德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是所有的这些心善当中 听文佛法 尤其是听文大乘佛教的佛法 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是佛说的 大家可以阅读一下 《妙化莲花经》 《妙化莲花经》当中 讲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 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我们很多的 其他的这些心善 都达不到这个 听文佛法的这个功德 非常大的功德 那么这个功德 我们 我们就很多人 就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去听歌 那就是一种学习 然后真正的我们去心善 那我们当义工 念经 磕头 肖乡拜佛 这些才是 这个做功德 有这种想法 这是完全是错误的 最大的这个功德 心善 就是听闻大乘佛法 听闻大乘佛法 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功德 分享给天下所有的终生 这个当中 我们也可以 可以的去 比如说特别的回向 自己的父母 如果父母身体不好的话 就是为了他们的健康 等等 也可以做这样子的特殊的 特别的回向 但是这个回向的当中 我们一定要 也不能忘掉 这个所有众生 最终还是要 分享给所有的众生 我们把这个功德 分享给所有的众生 天下所有众生 然后分享了以后呢 我们 就是发自立心的 虚源 虚源或者发源 我们希望 以我们的这个分享 以我们的这个功德 能够让天下所有的终生 心情愉快 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然后就很快 很快 要不就是能够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要不就是成佛 这样子的心愿 发这样子的心愿 叫做回向 这个非常非常地重要 另外一种回向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 有简单 有小的回向 这个就是我们 像这个 《善事无佛传回文》 当中有这个集赛 普贤新愿品也有 就是说 过去的佛菩萨 他们怎么回向 他们的山根 现在的佛菩萨 未来的佛菩萨 他们怎么回向 他们的山根 我们也向他们学习 他们怎么回向 我们就怎么回向 就是以这样子的 发心回向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殊胜的回向 特别重要 我们大家要记住 我们每一次 做任何功德的时候 任何功德的时候 先是发菩提心 然后后就是回向 在这个中间 做任何事情都要专心 那么这三个叫做 三书生 三个书生 有了这三书生 所有的功德 都变得非常伟大的功德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我们用这样子的法源 来大家一起做回向 做任何功德 所能得意 掌持四半年 同意 你别着能盼 血 与干难 接 我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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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